天秤座 下周运势 8月5日到11日 事业运势 下周 金星进入处女座 遇到水星逆行之后 将会为你的事业舞台 铺设了一层微妙而复杂的底色 是的 天秤座的你可能会感受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小混乱 尤其是在团队合作与沟通的交响乐中 偶尔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 但请放心 太阳与木星的六分享 恰似天机最温柔的抚慰 为你们洒下兴旺的阳光 预示着突破与成功的契机 正悄然临近 保持那份天秤特有的专注与灵活 就像舞者在风雨中仍能优雅旋转 你们定能巧妙应对挑战 把握每一个飞跃的机会 财富运势 在财富的海洋里 本周的天象也为你们设下了一道道考验 水星逆行的涟漪 可能让财物的湖面泛起层层波澜 合同细节 交易条款 每一项都需你们以火眼睛睛仔细审视 以免被迷雾中的暗交所伤 然而 正是这复杂的局势 孕育了转危危机的可能 水星与金星的甜蜜合相 如同财神爷的悄悄降临 为你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物机遇与收入增长 保持谨慎而不失乐观的心态 让智慧成为你们财富之旅的导航灯 爱情运势 单身的天秤座朋友们 金星与水星的这场处女座之旅 或许会让你们在心动的花园里 感到一丝迷茫与不安 爱情的花朵似乎在雾中摇曳 让人难以捉摸 但请相信 每一次的犹豫与思考 都是为了让那份最真挚的情感更加清晰 与伴侣间若有沟通的小障碍 不妨多一份耐心与理解 就像园丁细心呵护每一朵娇嫩的花蕾 终将迎来满园春色 保持诚实的沟通 让爱情在平衡与和谐中绽放 在健康的绿洲里 本周特别提醒你们 关注那片心灵的天空 压力与情绪的阴霾 可能会悄悄清洗你们的身心 让原本轻盈的步伐变得沉重 但请记得 天秤座的你 拥有调节平衡的天赋 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释放压力 放松身心 无论是沉浸在艺术的海洋 还是与自然的亲密对话 都能让你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疗愈 同时保持良好的饮食与运动习惯 让身体与心灵 在和谐中共舞 绽放出最灿烂的光彩 两个压力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